接下来要向大家介绍一帮我们的背面的硬体应用 那硬体应用的话 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第一个位置 这边是可以再插上 我们除了原本有两个无线麦克风 还可以再插上两支有线的麦克风 那这边就是AVL就是声音输出 那我们一般如果你外接喇叭的话 就是插这两个孔 那再来接下来的话 我们还有提供3.5硬的部分 就是我刚刚说我们如果运用乐器的话 可以将声音输入至在这边 就是插这个插孔 好再下一个这个灯呢 这个灯的灯饰的部分就是 如果我现在呈现我们做充电的部分 它就会显示是黄灯 没有做充电的部分 它就不会做显示 那如果呢 我们接下来这个是电源显示器 如果你是电源是开的 它就会显示有灯 好我们刚刚有说过 我们可以做外接设备的部分 就是外接我们的电视 我们大部分电视是用HDMI 这边就是电视线的插孔 就是连接HDMI的线 那我们可以也可以把我们的 影片影像丢到机器里面 那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USB 两个插孔在这边 透过USB把我们的资料 丢到机器里面 那这个孔呢 这个孔就是我们的电源插头线 那我们就是插电的时候 就在插这个孔 那这边我刚刚说灯就会闪烁亮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机器开关 好再接下来 这个螺丝拆开以后 就是会有我们的硬碟跟锂电池 那我们这台机器是可以上飞机 所以如果你要上飞机 你可以把这个螺丝拆开之后 把自行把锂电池拿掉 这样就可以了